不花遭怪防客原子笔攻击 男学生孔毁荣 两名男大山惊恐坐在派出所 头部到背部被封带层层包覆 因为在不久前 他们才被人用原子笔攻击 可能毁荣 非常恐怖 拿着他的原子笔对我画一拳 就是过拳然后画我的脸 凶贤就是他 33岁送信男子 日前搬到一栋出租宿舍 但时常在屋内打墙壁踢门 让住在同栋大楼的两名女学生 感到惧怕 因此打电话向同班男同学求救 就在昨天早上 男同学兼女学生上课时 男子有罚坐 男同学上前选说阻止 没想到他却拿出原子笔 开始攻击两人 造成两名男同学身上多处刺伤 主要是我要保护同学 然后被他拿原子笔刺伤 直接刺进去 然后他还有就类似 四家家伙 四川来 宋信男子随后被逮捕 警方发现他多年前 因犯下杀人罪 出狱后开始疑神疑鬼 最近还多次和人起冲突 甚至亮刀恐吓 造成恐慌 这次男同学为了护花 散遭他的攻击 分别缝了20多针和13针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恐怕会留下英勇的伤疤 董新闻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组合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